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说佛法 听闻佛法 有听话的人 比没听话的人 不得你做的 爱饭了 过去的我就是爱饭了 一个晚上就赢五六万 吃着甜 你就被贪念充分了头 到最后就是欠地下钱庄钱 没人的心悲哩就是去唱 去讨论 万贵就是只要感到的隐蔽 知道有这点主席的信息 高雄七八 爱饭了 只要感到来没钱没钱 我跟他们说 你只要勤发佛法 你们大家就都菩萨 一口饭 五口饭都没劲 大家都关五口的油票 结果隔天 人家那些基金会 七百口的手机 你看我们关五口 他们就要贴九十五口 就要关出去 那时候我就深深反省 他们做的都是 真兄 大爱 真有意义的事情 我做一些 伤害社会减少的事情 他当初的时候 他穿了十几万块 他减少年以前的事情 他自己觉得是隐蔽高薄的口袋 所以他算是说 去生云年中那些贪的钱 要完全整个行为被害人 请他们来进行修复式司法 要请当初是会称为被害人 出来见面 让他来参会 要赠面中十多万块钱 称为被害人 这都是我感觉非常非常感动 有一个台客家 哪一个人 人感的台独师 心法相 了解这个复发料 我都知道我过去 人生真的有很不耐心 所以说 今天我来做这个火手 也电影是在火手 这条路开通了 火头都回来 来把人感因度 分寸 没差错 看一看这一只堵 是堵 是堵 还有一只寸 所以 立堵来 分寸不可以差 所以就是 人感堵输 北北北北 美人美人 人望向往生我安安 最后今时说 清洗 没空 在这里不要紧 这样就好了 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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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在竹梆的时候 就是有看到老鼠 蛇 之类的 我说 你的东西都没有盖 干脆很脏 我就帮他 全部好像拉底 就把他做 全部都把他翻掉 按起来他年纪大了 89岁了 起身也比较好起身 这就是佛祷 来人间所要教育的菩萨道 一条路 是要到苦难的众生 去接上来 所以菩萨所演 看起来人间苦难 遍多 不是看得到任何 要射方设法 安庄育去接近 安庄育去护出 这就是爱心 爱心呢 它在回归 更沉默 那个爱 那就是 仙 仙的本性 那就是金融 仙有仙日爱 要爱到真正 无数的爱 那也是不简单